我們看到耶穌神的大神經驗的神經驗, 也有了很疲倦, 使用了很痛苦的語言。 耶穌所講的對話,聽起來是殘酷的。 耶穌是先從聖太人的位置, 通常,聖太人不曾經去到那裡, 因為它是在古代的地方, 他們全都是聖太人。 耶穌經過這個區域, 那是一般人所居住的區域, 通常,聖太人不會走這個古代的城市。 當然,很多人都跟隨著耶穌。 所以,有一個婦人聽到耶穌經過此地, 耶穌經過此地, 然後大聲呼喚著, 請別忘記, 這婦女不是猜太人, 她是一般人。 馬克聖太人, 她是一般人, 她是一般人, 從希利亞奴隸去的, 或是一般人是一般人, 她是一般人, 這位女人是一般人, 她是一般人, 從希利亞奴隸去的, 她是一般人來奏, 她是一般人來奏, 不是為了她自己,而是為了她的女兒。 她稱耶穌為主, 三次稱耶穌為主。 一般的人稱耶穌為老師, 但是這位婦女非常慶祝, 她稱耶穌為主。 耶穌在做了一件很危險的事, 也許我們感到很多次感到耶穌對祂所做的事情。 神對我們的無憂, 神對我們的靜默, 完全忽視祂的存在。 我會說, 有多少次, 我們祈求神的靜默, 而我們感到同樣的靜默。 但是這位婦女繼續, 雖然耶穌沒有關注在這個婦女身上, 但是這個婦女不放棄, 繼續不求耶穌。 使徒們一開始不在乎她, 但是後來覺得有點煩惱, 就請耶穌為她做些事, 那這樣子她就不再煩惱她們了。 所以她不斷地求主耶穌, 她不斷地求主耶穌, 也打動了主婦的心, 她稱主耶穌是主大衛的子孫。 那耶穌對她的打動非常嚴厲。 祂沒有回答她, 而是給她的徒弟們, 所以祂再次拒絕了她。 祂說給她的徒弟們, 那耶穌甚至沒有直接對婦女來打鼓, 祂對著使徒講說, 不好拿兒女的餅去餵狗。 其實,原本的英文文章, 並不是狗狗, 而是Kinari, 它也不斷地喊狗狗, 即使小狗狗, 或是小狗狗。 以ualais人說, 稱呼你狗狗狗是少。 但是會以 alguns人為了他們, 叫你狗狗狗狗狗狗大! 那是你們看的這樣! 如果你來到教會,要來告解, 我跟你說,狗或者是小狗, 那你會有怎樣的感受? 我,很多人都會問, 如果你來到教會,要來告解, 我跟你說,狗或者是小狗, 那你會有怎樣的感受? 大部分人聽到這樣,可能就說, 你別想再看到我出現在這個教會。 在教會,我講話必須站站站站站站站的, 如果我講錯一句話, 可能信徒就不再來了。 我不會害怕,因為我會失去錢, 我不會拿錢, 我會怕他失去錢, 而我會怕他的靈魂。 所以,這位女人不會反應, 我們希望今天, 聖女人會反應, 當教人們說,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這婦女的反應並不是像基督徒的反應。 確實,她接受耶穌對祂的羞辱。 她再次說, 我們是狗狗,我們是狗狗。 她說, 但是狗狗,他們是你的物品, 他們從桌上吃的食物。 她也吃從桌上掉下來的渣渣。 這個大羞辱、 這個大愛給神, 而神卻並無法解釋。 這婦女並沒有再回答第三次, 神卻並無法接受耶穌, 只有她接受耶穌, 這婦女並無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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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狗狗, 她是我的教授。 這婦女並無法解釋。 這婦女並無法解釋。 何必要理解釋。 她的犯人無法解釋。 這婦女並無法解釋。 他總是愛你,不會向你抱負。 即使你虐待他,他也承受。 他會給你生命, 幫助你、保護你。